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Commodity方面 西德州油86块6毛9 阿拉伯决定延长每月cut100万桶的这个quarter 所以油价最近不断上升 布兰特油90.02 Nature Gas 2.58 黄金1926 小麦599块 如果Commodity和油价不断上升 那么通货膨胀就有可能想不下来 代表恐慌和Grady的指数目前在59 美元指数104.78 就是最近的一个高点 美元对人民币7.3 对日元147.19 对欧元0.93 美国美元和欧元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 但是人民币和日元不断的下降 那么Fear和Grady主在59 基本上是乐观的人比较多 北观人比较少 大概59比41 不过还不是非常严重 那么以目前的4500点左右 恰好是今年SPY赚225块的20倍 20倍基本上可以说目前是一个相对的比较高点 也就是说目前市场应该已经吃饱了 当然如果把它延长到明年是赚245到250块的话 那么这个目前只有18倍 传统上长期SPY应该是16倍上下 所以不管是18和20基本上都应该算是吃饱了 所以短线来说市场应该在4500点左右 还是一个consolidation的局面 我们不具备预测未来能力 基本上奉劝大家也不要浪费时间去预测市场 主要的还是要掌握投资的基本原则 投资的基本原则在现在的市场 第一个应该采取一个平衡的措施 第二个要采取一个diversified portfolio 第三个要在管理风险控制风险的情况之下 能够如何保住你的本 然后在保本的情况之下创造高于通货膨胀3到4的这个return 因为通货膨胀目前是3到4.7左右 因此要想办法比这个数字高才能够让你的货币保值 但是在目前三大经济体 美国中国欧洲都不是非常的这个in good shape的情况之下 也不能期待太高 不过过去两年在从18个月前的 大约18到20月前的这个进入bill market 到现在应该bill market是已经结束了 因为从3500点反弹超过20%超过4200点 就应该就是代表这个熊市已经结束了 按照这个理论上是这样 目前在4500点比反弹20%还多了一些 因此投资人也不用太惊慌 也不用太aggressive 目前应该是一个balance approach 我是小银翔 我的电话是739883888 谢谢 无论 eso 优优独播剧场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